各位錶迷你們好,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大家看看,昨天拍了一支精工舊標籤的5號 今天也是介紹這個盾牌,5號舊標籤 在12點位置寫Sport,這支錶很漂亮 我就覺得這支錶很漂亮 昨天就有錶迷留言 就說你買這些舊東西,就是倉底貨,賣靜借 其實真的不是的,是豬仔很努力去找我認為值得推介給大家 而又忽略了大家,因為我不想只推Hot Model Hot Model說真的,豬仔再拍,其實很多YouTuber都拍 反而這些是被人遺忘,而又不是低於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才刻意找這些去介紹給大家 下下只是介紹最Hot Model 說真的,沒有豬仔的存在價值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想 好了,說回錶 這支錶,12點位置寫Sport,就是舊標籤,五仔盾牌 如果現在新標籤,就是五字打橫,擺放S字 而這支錶是舊標籤的標籤 當然這支錶是全新標,舊標籤不代表舊標籤 六點位置就是Water 100m Resistant 以前原來都是這樣寫的,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不會這樣寫的 現在不會用這樣的寫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舊標籤的時候 究竟跟現在新標籤有什麼不同 自動車,23個Jerris 這支是23石的 這是一支7S36的機心 好了,看看星期日曆位 這是一個豬仔最喜歡的位置 這個星期日曆位 這個星期日曆位就是一個 黑盤白智的星期日曆時槍 左邊星期右邊日曆 最Vintage的位置 最復古味重的位置就是 它用了一個圓形的框框 它是一個方形來的 但是拿完了各的框框 很棒 整個感覺真的 很Vintage 因為現在的框框 真的是起了角 你看到原來以前和現在的區別是怎樣 還有星期日曆位置 有一條銀色邊線 我用手指反光給大家看 有一個銀色的反光 現在打側看應該看到 光深的… 金屬嗯嗯嗯 我覺得很出 要做了 不是只在字面開放 現在的 intentions 只是一個字面開還是荒 又不會有金屬邊框 不會凹走下去 其實是凹走下去 有一個斜的凹走下去 好像內陰位子 所以整個星期日曆也立體很多 那麼 好了,時分秒都是有夜光,加上黑度旁邊的點點都是有夜光,而黑度是一個立體的黑度來的,是一個立體的紙釘黑度 當然就不是Siclify,就不是什麼名標,就沒有重打磨,但都是一個突起立體的黑度,現在很多時候都用了私人的,如果你留意一下,只要貴一點的標才會用這個黑度 立體的紙釘黑度,還有精工的字都不是私人的,自動的字是私人的 而Siclify和五仔盾牌的標籤,都不是私人的,都是立體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裡有一個單向式的旋轉標圈,也是120格的 以前做單向式旋轉標圈,我發覺沒有那麼緊,但也有手感的,但沒有那麼緊 這個就是一個黑色的電鍋的標圈,光深的 那豬仔呢,其實呢,一抹布就想起了,昨天有個標迷就建議豬仔找戴手套 這樣就不用整天抹錶,其實我也有考慮過的,我有兩個感覺不想給大家的 第一,戴手套呢,介紹的標,就好像介紹的那些貴標那樣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呢,就是呢 戴了手套之後,豬仔也試過的,沒有那麼靈活 即是手沒有那麼靈活,可能我的手比較鈍 沒有那麼靈活,我想刻意指,譬如指給人看 這個黑道,後面這個彈彈位是有夜光的,這個點點位 戴了手套就很難這麼清晰顯示給大家看 或者甚至乎,我上發條,教過標館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清晰介紹給大家看 那好了,這支標,我特意不動它,為什麼呢 因為7S36的機器是不能上發條的 它純粹是靠後面的拖,帶動它動 就是你扔它的時候,帶動它動 就沒有得上發條的,當豬仔扔了之後,它就會動 但是7S36C這個機器是儲能到41個小時 比起4R36的40小時,更多一個小時 不過它就沒有停秒,以及沒有手上發條的 純粹靠陀螺動的 那好了,再踢起把手,沒有停秒功能的 向上轉,就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那麼這個機器,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這個機器的設計 是不可以在9至4點 晚上9點到凌晨4點教星期日曆的 如果不是,很容易會卡的 那個損壞的領部件會卡住星期日曆的 所以記得把它撥到4點之後 我通常叫人客撥到6點附近這個位置 就一定不會錯的了 那好了,才踢半粒,向下就教星期 那麼,我上一段影片就說蛇仔蜜 其實我知道,我知道它是阿拉伯蜜 不過我真的沒有求證過它是阿拉伯蜜 豬仔沒有那麼厲害,不懂這個蜜 是什麼蜜 所以我就說它是蛇仔蜜 講笑的說 那麼,教英文就跳英文 通常我猜很少標迷會看這個阿拉伯蜜 也沒有求證過它是阿拉伯蜜 沒有興趣求證它,是不是 我也不會看的 那麼,半粒向上樓就教這個星期 那麼,這個7S機 也是豬仔比較喜歡的教法 因為它有手感的聲音之餘 它還是轉過轉盤的時候 有一卡一卡的感覺 就不像走馬燈一樣一路轉的 好了,教完星期日力按下去 這個是拉推罐來的,沒有所罷的 好了,它就搭了一條膠帶 這條膠帶就比現在的膠帶硬的 老實說比現在的膠帶硬的 不過就完全不黏層,還有很多個洞的 所以,手操手操都不需要擔心 好了,另外一頭 就是豬仔比較喜歡的位置 大家細心的標迷留意到 這個橙色的牌 寫著Made in Japan 100米防水的 Sicco Phi Sport Sicco Phi Sport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一些細心的位置 以前舊裝的標 就有舊裝的標 很棒的欣賞位 舉個例 就是這個油環 精工的字樣 有一個精工字樣 在油環那裏 有些便宜的標 另外,那個油環也不是長方形的 有一個設計的 所以我又欣賞有時舊裝 就是舊裝的得意 標扣方面就是磨砂的浸扣 標底了 好了,來到標底了 標底 一個透視的底蓋 做了螺旋式陷入的透視底蓋 好,看看圖片 圖片寫著7S36C 還有寫著23個Jewelries 對,23石的 還有Made in Japan的標 機身也寫著日本的 而這個 上面這個位置 寫著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整隻標 除了日本機身之外 當然,一些平價的精工 沒有做到很多的打磨 沒有做到一些 譬如輪文 日內雅文 沒有做到的 就是基本的打磨 始終都是一分前 一張價就貨 原來推開台 裡面的機身也有寫到精工 好了 欣賞完底蓋 看看正面 標面直徑 去到40mm 而標身的厚度 連著殼位 大約是13mm 厚度 厚度 大約是40mm 大約是40mm 設合了今年的潮流 小標 好了,試帶給大家看 這隻標有10個巴防水 可以水 好,帶上去什麼感覺呢 這隻標 其實也很棒 因為舊裝精工 現在想賺的真的很難 好了 這隻標 賣多少錢呢 我香港搜尋過大約 賣1000元 外國網站 Ebay那些 可能1100到1400元 不等年運費 豬仔推介 肯定不用了 780元 780元 是的 780元 就可以帶這隻 舊裝的Sikofi 的停產款 回去給大家 自己慢慢欣賞 不過 現在暫時 有兩隻現貨 只有兩隻現貨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喜歡豬仔這個介紹 是的 盡快留言給豬仔 或者Whatsapp 在明細那裡有 有豬仔Whatsapp Whatsapp給豬仔 留給你們看 你告訴我 你想在佐敦看 還是荔枝角 怎麼看呢 好,謝謝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麻煩給我一個讚好 還沒訂閱的 盡快訂閱 多謝